入冬以来首波喊流影响 高雄除了温度奏降 还刮起阵阵强风 在凤山有路灯被大风给吹倒 当场砸中路过车辆 而在台南则是有被强风吹断的树干 直接刺破休旅车的挡风玻璃 插进后座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马路上车来车往 看似平静 不过突然刮起阵阵强风 路边灯杆左右摇摆遥遇坠 果然下一秒路灯被吹断 整座灯杆掉落路上 还砸毁下方经过的一部轿车 轿车车顶板经凹陷 左后车门也被刮出好几道伤痕 而路灯底座整个断裂 里面电线外露 警方货报也赶到现场指挥交通 受到寒流影响 高雄气温骤降 强风伴随雨势 17号下午4点多 凤山光复路上的一座路灯 因为不敌强风 灯座硬生生遭吹断 将近8米长的灯杆 横躺在马路上 还砸毁一辆刚好经过的轿车 一度造成交通堵塞 等杆倒下后压到了这一部自小客车 造成自小客车的车顶 及左后车门遭到毁损 驾驶因为受到惊吓 急踩刹车 河头去撞到方向盘 那因为伤势较轻 选择自行就医 强风也吹袭台南 只见轿车后车窗玻璃破裂 树干插进后座 驾驶下车查看 当场傻眼 不过所幸两起意外都无人伤亡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综合报导